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來實況動物森友會啦 前陣子我終於湊齊全魚類的圖鑑成為了釣魚博士 也釣滿了5000隻的魚成為了釣魚高手 欸~~快誇獎我很厲害吧 現在開放給你們10分鐘的時間誇獎我 但現在有更厲害的事 那就是在我完成釣5000隻魚的同時 也順便把所有魚的模型給湊齊了 耶~~ 這個厲害程度可能要開放30分鐘了 因為做一隻魚的模型要三條相同的魚才有辦法做 是不是很厲害啊 今天的影片會介紹一下這些魚的模型 也會跟大家推薦哪些模型一定要做 首先我要先介紹一下我島上的這棟房子 之前的改島影片有提過這棟房子只是當倉庫使用的 所以裡面都沒有東西 但現在這棟房子呢 登登~~ 全部魚的模型都放在這棟房子裡面 大家可以輸入夢境號碼一起到我島上來看看 進房間後大家就會看到很多隻魚 這棟房間裡面全都是合理能釣的到的魚喔 這邊跟大家推薦一下黃金河湖全金色的魚 可以跟黃金骨蛇魚一樣當作高級裝飾品 還有鬥魚總之就是非常漂亮很推薦做一隻起來 神仙魚 明明是河裡的魚但看起來很像海裡的熱帶魚 很漂亮也很好拿來裝飾喔 再來往左邊房間走 這間房間則放滿湖裡能釣的到的魚 還有三隻是從河釣到我覺得比較特別的生物 三種金魚都很漂亮 很推薦喔 非常的可愛 青蛙的模型有附一個河葉 有的玩家會用我的設計在島上做水池 就可以放青蛙模型在上面非常適合喔 右邊的房間則是放冬天能釣的到的魚 還有甲板限定的四種魚 很推薦大家做一下金磚 非常的漂亮喔 側身的那條紅色線條超迷人的 鬼頭刀的顏色也很鮮豔 也很適合拿來裝飾喔 上方的房間則放了各種顏色鮮豔很美的海洋生物 海天使原本小小的一隻做成模型後變大了一點 顏色上非常可愛喔 五彩曼的模型很動感吧 太平洋通驗魚 近看才發現他的臉非常有趣喔 最後是二樓的房間 這間房有各種鯊魚 還有大家都熟悉的海洋生物 最好釣的都在這邊了 大白鯊可以拿來當做IKEA的莎莎喔 推薦大家做一下刺河豚跟獅子的魚喔 因為牠們看起來都很有氣勢 大白鯊可以拿來當做IKEA的莎莎喔 以上就是我所推薦的魚類模型啦 有沒有大家也很喜歡但我沒推薦到的呢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喔 也歡迎到我的夢境參觀所有的魚類模型 說不定會遇到你們特別喜歡的模型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請記得追蹤一下 我可以的不理會 請觀看 由於當然 請欣賞